3月19日哈萨克斯坦总统诺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辞去总统职位 3月20日哈萨克斯坦上议员议长托卡耶夫宣誓就职总统暂时代理刑事总统职权 哈萨克斯坦议会通过宪法修制案将首都阿斯坦纳更名为诺尔苏丹 以向刚刚现任总统职务的哈萨克斯坦第一任总统诺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致敬 特拉布宗神阿富县学生理事会为了引起公众对东吐厥斯坦维吾尔人命运的关注 举办了以东吐厥斯坦并不是孤独的维提的活动 与此同时维吾尔活动家哈密提·里克图克出席马尔马拉大学阿纳托利亚堡学生会举办的一次活动上 并回答有关东吐厥斯坦的提问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密尔基约一府应诺尔茨茨而决定赦免44名囚犯 这是该国首次应诺尔茨茨而签署的特赦命令 根据该决定几名囚犯获得释放 11名囚犯未要求假释 12名囚犯被判处软禁 14名囚犯获得减刑 本周五新西兰将举国默埃两分钟追思一周前发生的基督城枪计案 总理接新达阿德恩宣布 本周五新西兰将举国默埃两分钟追思一周前发生的基督城枪计案 国家广播电台也将播放伊斯兰交换掰歌曲 世界各地安排各种活动来庆祝诺肉兹结 在阿纳托里亚和中亚文化 诺肉兹结被视为新春的开始 土耳其和世界各地安排各种文艺活动来庆祝诺肉兹结 祝你们诺肉兹结快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